两天大家都很累吧 资本下场第一次让国系天真的山人们 见识到了资本的可怕 一出手就是血雨腥风 冲在前面的那些妖魔鬼怪 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刀而已 但是真正让我破防的是看到一个帖子 这次反黑 平时那些画画的 写文的 做视频的 段子手等产出太太 数据散人 KOL 影视剧国主 部分营销号 战节 工艺组 甚至豆瓣浪电和雨夜组组长 带着小组一起刷到微博反黑 下场参与战斗 一直和微博超话 井水不犯河水的豆瓣组长们 亲自教大家怎么在微博做数据 这些产出太太们 一帮初恋追星 连小号都没有的 缺德山人 用大号做数据反黑 这些号可能说没就没了 所有的产出都在里面 但是谁也顾不上了 有网友说 这样的现象 在内于 只此一家 山人们平均年龄真的不止30 很多人完全搞不懂微博的数据规则 平时还要忙着上班 完全用爱发电 几乎没做过数据的我 昨天一天也是反黑反倒几乎废号 身边姐妹问 追个星而已 为什么 值得吗 靠用一个网友的评论 大方好烦 反黑好累 超话好乱 数据好难 要不是因为它们太美好 谁愿意和这些妖魔鬼怪多纠缠 欢迎来到内于的世界 我佛系天真不懂潜规则 不会做数据 以为人间充满爱的山人们 累了就断往两天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要相信 总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一天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